2022根本可以说是KPOP劳粪最好哭的一年了 好多藏在粉丝记忆中的二代神团都相继回归根本就是时代的眼泪 首先最让人感动的绝对是KARA时隔七年的重返舞台 他们带着15周年纪念专辑回归首个舞台就在妈妈登场 三首经典歌曲前奏以下满满的回忆瞬间涌上 尤其是他们在新歌MV中特别为已故队友和拉留下一个位置 并在最后舞台上放了六支麦克风 像是在宣告KARA永远都是六个人粉丝看了都超级感动 同样迎来出道15周年的少女时代也在去年已完整体推出专辑 甚至加码打造团众送给粉丝 这次是他们睽違五年回归到了打歌舞台 他们并没有做最近很恒的ending妖精 而先向电视台提出想要以团体结尾 让人有种回到二三代时期的感觉 粉丝全都热泪盈眶 在去年四月与切克拉音乐节上 无预警合体的图文一万也是给了大家满满的惊喜 据悉这次女王团能顺利归位 全是由CEO隐瞒公司自己一手策划 让Bloodjack感动直呼YG不做的事情死有做到了 而他们的师兄团Bitband则是在历经他判胜利的丑闻争议后 睽違四年合体推出单曲 MV上线不到一天就突破1600万点月 果然是寒流帝王无误 不过YG日前发出公告Bitband仅有队长GD续留YG 未来想要看到他们合体感觉是越来越难了 最后解散五年的夏日女王Sista 也在去年登上节目合体 他们带来超多经典歌曲 不止引爆粉丝尖叫 成员们也都超级激动 希望这样的盛况不是只有2022年才有 那该有多好啊